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她体验到了岳母的热情好客 当人家伦和聂欢抵达娘家时 岳母已经早早地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每一道菜都是精心挑选 用心烹饪的 充满了家的味道 看着满桌的佳肴 人家伦不禁感叹 这就是家的温馨 这就是家人的爱 而聂欢更是被母亲的爱所感动 她直呼 我真是太幸福了 人爱 她也有些担心 因为她知道这些美食的诱惑力有多大 她害怕自己会吃得太开心 以至于体重增加 但人家伦却安慰她说 你不用担心 我会陪你一起锻炼 一起保持身材的 人家伦即使一生不红 我不会丢弃陪了我11年的妻子聂欢 美满家庭 在一场轰动一时的采访中 人家伦难掩激动的神情 豪情万丈地向记者们 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她与妻子聂欢正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位曾几度历经沉浮翻云覆雨的古装偶像 如今终于踏上了人生的巅峰 拥有了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 人家伦的眼神闪烁着自信和期待 话语中难掩激动的情绪 每当我环视四周 看到其他人勾勾崩崩的生活 我就更加体会到 拥有聂欢和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她深情凝视着眼前的记者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尽管曾几度遭受人生的重重打击 但最终她还是凭借顽强的 毅力和孽欢的不离不弃 终于创造出了如今这份美满的生活 孤勇奋斗时 追忆往事 任嘉伦眼前浮现出了一幕幕争容岁月 1989年 她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 本该循规蹈矩的继承家传武艺 却因体质缠弱而被母亲阻止 六岁那年 她被父亲送入青少年宫席练乒乓球 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段忠诚 那时的我是如此瘦小 经常在训练过程中被球击中 浑身乏力 任嘉伦自嘲地说 但我从未气馁 反而把他们当成是动力 更加卖力地练习 果不其然 九岁就被青岛省队发掘进入重点培养 十五岁时 为进入国家队而孤注一掷 她搬进训练馆狂练 结果旧伤复发 梦想就此破碎 十六岁那年初 鉴于救患位于右天心伤 任嘉伦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 宣布退役 当时的我内心是多么失望啊 任嘉伦神情黯然 练球几乎是我的全部生活 一招离开 简直就像人生的意义 都被夺走了一样 但很快 她就重拾斗志 萌生了新的梦想 成为歌手 2009年在一次选拔赛中获第三名 为她开启了通往演艺圈的大门 我可是后者脸皮报名 参加了不少选秀比赛 任嘉伦说着扑斥一笑 差点被淘汰无数次 但我就是咬牙没放弃 尽管后来韩国的练习生生涯也备偿艰辛 但她都一一熬了过来 回想起孤身追梦的岁月 任嘉伦眼中泛起了自豪的神采 正是那段孤勇奋斗的日子 成就了今天的她 纠葛恋爱史 在演艺事业的追逐道路上 任嘉伦结识了同位梦想者的孽欢 2011年 在古装剧通天敌人节的剧组里 两人日久生情 确立了恋爱关系 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被她的热情好学和乐观上尽所吸引 任嘉伦回忆其往事 眼神渐渐变得柔和 我们都是从底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 有着一枪同样的热血和拼劲 谁也没想到 一向低调内敛的人嘉伦 会在随后公开了这段恋情 引发骚动意识 当时我们正在宣传大唐荣耀 和女主景田的互动实在太过亲密无间 担心聂欢会多享 她诚恳地解释道 所以我鼓足勇气 决定公开我们的恋情 给她安全感 果不其然 这一决定给聂欢带来了极大的暖意 但与此同时 任嘉伦也遭到了公司的制裁 被封杀长达两年 更有侠恨的是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在网上诽谤攻击聂欢 语言极皆肮脏下流 回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 任嘉伦垂下眼帘 语气低沉 如果不是聂欢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用他的善良和勇气鼓励我 我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了 他抬起头 眼神坚定有神 正是因为有他的陪伴 我才能一路走来 终于等到了春花秋时的这一天 事业达到顶峰 当我第一次抱着孩子的时候 脑海里百味杂陈 他娓娓道来 我突然意识到 我终于当上了父亲 有了自己的家事 而聂欢正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从此以后 我就再也不是一个人在外边浪迹了 我要为他们两个撑起一片天 任嘉伦脸上写满了幸福 嘴角挂着甜蜜的微笑 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聂欢和孩子 眼神充满了对这个小家的眷恋和责任感 就在这股新的动力的鞭策下 任嘉伦的事业再次在2019年突飞猛进 他凭借全眸剧谨一致下一举成名 出众的演技和鹦鹉不凡的扮相 为他赢得了古装偶像天王的美誉 当年因为公开恋情遭到封杀 我曾一度陷入迷茫和颓废 任嘉伦感慨万千 幸好有聂欢不离不弃地鼓励我 让我重新燃起了对梦想的渴望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就此人生莫空了 播出后 聚集口碑狂飙 粉丝人数暴增 各大影视奖项也纷纷被任嘉伦一扫而空 可喜的同时 他也没忘记过去的艰辛 他捏紧了拳头 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愤怒和无助 幸运的是 他和聂欢凭借顽强的意志 和坚韧的爱情走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如今终于赢得了事业的巅峰和幸福美满的生活 美满人生 事实上 在任嘉伦心中 聂欢才是家中的核心 是他梦想照进现实的支柱和力量源泉 从他年少时对梦想的滋滋以求 到后来在娱乐圈的坚韧拼搏 都少不了聂欢的鼓舞和鞭策 没有聂欢 我可能连最初梦想成为歌手的勇气都没有 任嘉伦深情地说 正是他一次次温暖的关怀 帮助我重拾斗志 才有后来的一切 他侧过头温柔地注视着身边的妻子 脸上写满了感激之情 聂欢羞涩地低下了头 脸颊泛起淡淡的红韵 不仅如此 聂欢还不计回报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全心全意支持任嘉伦的工作 一度担任全职家庭主妇 为丈夫打理家务 抚养孩子 那时的他 就像一株静静绽放的小花 没有惊人的光彩 却用勤肯默默地支撑着我们的家 任嘉伦语气温柔 如今想来 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他的伟大 正是因为有他 我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最终创造出如此娇人的成就 任嘉伦顿了顿 深吸一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 聂欢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即便一辈子制作龙套 赶不上其他明星的风光 我也永远爱他 珍惜他 只要有他在身边 我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他的目光炯炯有神 每一个字都诚恳而热烈 聂欢被这番深情告白深深打动 红着眼眶 紧紧握住了丈夫的手 携手共赴余生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时光来珍惜眷恋这个家庭 任嘉伦信心满怀 紧紧地拥抱着妻子 虽然现在红红火火 但我发誓永远都不会因为名利而动摇对聂欢的感情 永远把他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聂欢温顺地点了点头 脸上写满了幸福 他知道 这是任嘉伦由衷的承诺 他深情凝视着镜头 誓言吭腔有力 聂欢用11年的陪伴和相濡以默换来了我毕生的托付 说完这番话 任嘉伦深深地吻上了聂欢的额头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经历了种种坎坷和磨难后 这对相爱的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天地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崎岖坎坷 只要彼此一微相伴 就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跨越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